我叫刘欣宏 我来自宝岛台湾 我老家是台中 我现在来到青海已经大约快四年的时间 我在青海这边从事的是棒球运动 为什么我会想要把棒球带来青海 那从小就因为在台湾接触了棒球这项运动 一直到长大到大学 都是一直在从事棒球的这个阶段 所以就也因缘一次因缘际会下 我很幸运的我来到青海西宁 来到青海西宁之后 我发现这边的孩子 他们的体格呀 他们这些爆发力 让我感觉是非常棒的 我给他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之后 我发现这些孩子们太棒了 他们真的很天生很适合棒球这项运动 所以我就莫名的感到非常兴奋 我觉得这些孩子未来 能够在正规的训练之下 他们未来真的很有机会 在棒球的舞台上展露头角 了解了一下之后 我发现我应该更适合这里 所以我毅然决然了 我就打算就这么下了这个决定 我就留在了青海西宁这边 因为棒球它这项运动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需要结合各种的一种运动 比如说它需要瞬间的爆发力 以及它的速度 以及肌耐力 这是同时都需要用在棒球身上 所以棒球是综合很多运动的一些运动基础 在身上 我很希望藉由我在台湾的棒球的资深的经验 以及结合在台湾的这一些资源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青海 尽我们那个绵薄之力 希望青海这些孩子 未来能够在我们的带领 以及我们的训练之下 能够出第一支的世界棒球冠军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青海的孩子 我认为他有这个实力 觉得有一天可以成为冠军烧棒队 这一块上面是我现在 我人生最大最大的一块梦想 我在台湾 很多亲朋好友 他们是不理解 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跑到青藏高原来交棒球 坦白说 这当然我觉得没有一个对与错的问题 但是这边唯一让我的能留下来的 就是孩子们让我感动 为什么 因为青海来说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棒球资源 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但是却恰恰的我愿意选择留下来 因为孩子们的精神感动了我 每次在跟孩子们沟通 在带领他们打棒球 他们那种完全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 他们感动了我 可能在内地 当然内地的条件也有相当不错 他们有豪华的球场 有非常良好的训练设施 但是恰恰我的棒球经验告诉了我 棒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股精神 就好像好比在台湾 我看到了以前台湾的红叶哨棒 在那样艰苦的年代 啥都没有 但竟然能够打出世界冠军 所以我也觉得青海的孩子也可以 当然我们的宗旨是希望带着孩子快乐打棒球 所以在快乐打棒球的前提之下 我们更多的是鼓励孩子们 在运动学习棒球这件事情上 有更多的快乐 那希望在很快的未来里 我们很快的带着青海的小朋友 然后青海的孩子们到台湾去做交流 让青海的孩子能看看台湾 小朋友在训练的一些实际的一个情况 让孩子们体验 当然更多的也是希望台湾的孩子未来 把他们邀请到青海来 让他们来青海这边看看 青海这边独特的地貌环境 以及来跟这边青海的孩子 来打几场非常棒的友谊赛来进行交流 让这样的一个棒球精神 能够一代一代的停留在孩子的真正的内心深处 希望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让孩子能够真正的理解到 什么是棒球精神 什么是运动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